的倒塌视频 那么我们今天呢带来的依旧是我跟随神的一个双排 随神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打的 然后看这个我们的标题呢也是能看出来了 就是我们激战一波图B二人黑好像是 具体几个人我还真的是不知道啊 反正这个地捕师跟军团好像是一起的 这两兄弟啊有点不讲究 我是打到中期才发现的 因为前期是没有怎么注意 然后现在呢这个竞技场也是第四季开始了 大家回头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我的号啊我的号我会玩这个少男乖 少年乖我不玩了 然后唐小斗的话我也不玩了 如果有人说卖号啥的那都是假的 朋友们也不要信 然后准备把这个少男乖冲的分高一点 然后进一期视频的话呢 朋友们都会都知道啊 我这个就是说啊 这个水平各方面下滑了很多 然后我昨天睡着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感觉我找到了一些很关键的点 因为一个人变菜 他不能一下就变那么菜嘛 但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我昨天就研究了一下 找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点 然后这两天我就打的时候 感觉轻松很多了 因为你状态不好的时候 打到他就是一种 怎么说就 嗯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直播吧 直播就是我的工作对吧 然后就像你平时上班一样 你干一件事干久了 然后这这件事你干的没有那么的好了 你就会很累啊 成为一种负担 那会我打到他的话 就有一些负担了 就是反正打得也不好 然后然后各种方面都感觉很累 今天不一样 今天打起来非常的开心 而且怎么打都感觉能赢 这种状态还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包括我这两天也是 又是跑去健身了 作息也调的好一点了 可能也有关系 好的那么我们也是闲话不多说了 这个一不小心说的有点多了 我是一个中单牛啊 打一个活女 我们都知道活女这个版本啊 绝对是一个鹿霸之一 能打过活女的英雄真的不多了 这边活女就剃空了 他以为我要补那个兵 那这个版本的牛呢 一般都是 一级学E或者学F 诶这个活女有点冲动了 想过来打我一顿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现在 我都是控服去了 他打我一顿 我就把瓶子一吃就加满了 所以说没什么意义 这一波活女他冲动了 除非他是 把我打跑 那几个兵他不补了 然后他去控服 不过也没用啊 下路服还是我的 对不对啊 所以说他这一波是非常的冲动 我最近这个打素材打的真的是太多了 然后本来是要发一盘隐魔的 然后感觉隐魔的话呢 这个英雄一定要状态好的时候打才好看一些 然后今天是打了一盘隐魔 是一个引刀疯脸大炮那种 但是我感觉像我发这种隐魔的时候 我都会加上一些合集啊 就加上一些那种跳刀啊 是吧 BKB吹风刷新那种 让大家看的就比较有选择性 因为隐魔这种英雄 就秀起来比较好看嘛 如果你引刀大炮A过去 那讲道理的话 呃 我觉得很多人他顺起来都能玩起来 对吧 都能这个起飞 那就A过去了嘛 开个BKB疯脸疯狂的A 然后实在不停地压上一个C炮 所以说隐魔我们先缓一缓 这个不是坑啊 不是坑低啊 这是真的坑 好 我这边利用E来反补他的兵 这个琳达很烦 琳达又是想替我 我这边也是有鞋子跟瓶子了 前期非常顺 哎 找个位置 把红女封住 红女现在没有鞋子 点一下之后七度再来 那这个红女应该跑不掉了 还想跑 吃小蓝 我打断啊 再往前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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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个亿啊 这样的话 这个红女肯定是要被我带走了 拿到衣血啊 非常的顺 三分多钟 七百块钱 还有鞋子跟瓶子 出门装的话 一定要速瓶 要不然 你打中远程 你是打不出瓶子的 不要想着去补刀啊 这个版本 怎么说呢 不可能是 完全靠补刀去打瓶子了 有很多英雄是靠技能 不要太耿直 有很多的英雄啊 是需要一些兑现的技巧的 你光想着我补刀强 你补刀再强 那红女他不跟你讲道理 哎呦 这个女人不怎么讲道理 女人就是这样不讲道理 你看 上来是一顿打 他不跟你补刀 好 控到了一个双倍神佛 我看能不能绕过来 找这个红女的麻烦 哎 好像可以绕一绕 我现在是主意的 他能不能找就把他给杀了 如果他在的话 我就先把他封住 不行了 但是我这边突然上到六级 红女一个D 他这个位置还感觉不到危险 走大 F接E接普攻 这个红女的走位有一点耿直 他居然感觉不到危险 他这个血量 其实就是我一个F 一个普攻 一个E 再一个普攻 他就死了 就是两个E的伤害 就可以把他直接秒了 牛头前击还是输出非常高的 好 我看的话我这盘非常的肥 差不多在七八分钟 可以打出我的关键性装备 可乐的匕首是吧 非常关键 现在这个数字 我基本就不敢算了 像我那次玩军团 玩沉默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这屏幕有问题 我总是看的 跟实际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应该不是我的问题吧 所以说现在不太敢提这个数字了 有点着急 不过我建议啊 大家还是尽量不要老熬夜了 老熬夜的话对这个 记忆力还是很很有影响的 比如说今天 今天 不是今天 是前两天 前两天 我下楼去吃饭 那会是六点多 我靠 我下楼去吃饭 然后我去看到那个 我一个便利店 我已经 哎呦去卖烤肠 这我忍不住了 我来就不来一个 我平时比较喜欢吃烤肠 这些东西嘛 然后我刚想去买一根 我一掏钱 我靠 出门吃饭没拿钱 还好 还好有一个很关键的点 我跟那个人 就是平时老去那个地方拿快递啊 这叫熟了 他用微 呃 我又加他微信嘛 然后 给他转了十块钱 然后他给了我十元现金 我说够整二十吧 我说够二十吧 他说啥不给 就给十块 不过还是很关键的 然后我就在楼下 吃了一个 啊 吃了一碗 一碗馄饨 然后五块钱包子 我今天吃的其实也不多 这种小包子 一块两个那种 十个包子加一碗馄饨 一顿饭很正常 很多人觉得我吃的多 我觉得非常正常 我这边先把这个 我拉的也收掉 两波也一收我就跳刀了 这会一刀牛啊 这个八级 然后有跳刀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对面发条是把我方大哥给单杀了 好强 哎 不要闹 不要闹 就你们这些小野怪还要杀我 好 一个F 我加补一下2300块 刚好是一把跳刀 加上一张TP 哎 中路是我刚走 宙斯就中箭了 宙斯也是惨 宙斯的ID 我是辅助 你当时买一眼啊兄弟 太不成事了 我这边找个地方 踢过来 老虎 你俩如果站一块的话 就是大破Q 哎 站一块 站一块 啊 没有 那只能选择杀猴女 老虎有跳 好 再接上一个普攻把他带走 这个老虎应该可以杀 哎 CG不会有勾吧 哎呦 我一个大招 CG应该是没有蓝啊 要不然我估计会死 他应该想放弹幕的 那我跳过来看能不能杀老虎 这不行了 CG有个框 那他第一身没有框我 他应该是觉得 有弹幕的蓝 然后 发了个呆 就没有放技能了 我许四爷上路单杀敌方地捕师 很强 这边是找过来 看能不能收掉这个CG 我现在这个爆发非常的高 我先E一下 然后直接跳到那个人的面前 然后给F 就是可以把这个 F的就是晕眩效果打出来 这样的话再接普攻 再接E就能接上了 要不然EG 这CG没过来 算了我走了 哎 CG没有蓝 CG就这么点蓝 那我不过来杀米 这CG再来一个E 他就死了 大药一吃 哎哎哎 跳CD 跳 完了 没有遇到火女 再见 这一波 这一波 差评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上路 四爷单杀了地捕师之后呢 又被地捕师给单杀了 所以说有来有回 礼尚往来 像小鱼 还是发育的还可以 我们家还有一个打野的剑顺 好 满 准意 这是他 我 耶 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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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你 我 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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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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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然后 第一个死的可能也是我 所以说现在有的时候 可能会注意一下自己尽量不冲 能稳一点就稳一点 尽量不去冲太狠 因为每个人 对抖撒的理解不一样 如果你 很熟悉的人 知道你该怎么打 知道他怎么去配合你的话呢 可能会好很多 也不会让我一直自己死 要不然我冲上去 他也不管过来收割一下 那样的话我就疯了 我一般都会注意一下 好这边有个发条 我看能不能把他给处理了 等我兄弟等我 我先放个一等我 等我一定要等我 哎呦你们这太急了 我跳过去一个F 哎呦哎呦 哎呦这好尴尬啊 我去不去 先给个F吧 这个他肯定死了 这边军团在打赵斯 那这样的话赵斯我估计就不到 我一一下 还好没有加的攻击力 这个CG丝血 这应该杀不死了 跳肯定跳不出来 老虎一直在点我 CG炸个导弹 这又不是什么情况 老虎射一点 但是这个军团 我真忍不了你 哪里都有你 我先把你压收了再说 一个E 我应该不会死 哎 婚女怎么又来了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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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放一个E 不过应该也A不出来了 发条这英雄是非常的克牛头的 只要没有什么单位的时候 就是 跳舞 咬起来 根本就A不出来 这一波是 他们太急了 他们应该等我一下的 哎这边地补师是抓到了剑胜 无敌斩也是焦掉了 还是得死 无敌斩焦的有点伤啊 小鱼也是在带他 我得跟周斯谈一谈了 周斯你做人要诚实一点啊 你看你的ID 是不是该买眼了 周斯买了朵真眼 因为假眼都被我买了 我平时 就是跟学生开黑的时候 还是比较喜欢逗一逗队友的 跟队友有交流的时候 比较有意思 有的时候一个人打 然后一逆疯了 大家其实都烦 比如说你现在顺还好 如果一会逆疯了 哎你这周斯真他妈烦 为啥不买眼 你这时候他就烦了 趁优势的时候 跟开开玩笑 其实买眼也太应该买的 毕竟也不是大哥 也不是猪男啊 买个眼很正常 哎中路什么情况 中路这个位置 我看能不能找个好位置 跳大 找个位置 找一个跳大 哎哎哎呦 这个发脚弹幕 我真是爆了紧 能把它收了啊 把它收了 发脚弹幕 还没有到时间 要不然的话 应该那几个人都在死 我先躲一个老虎的争议 要不然打顿跳刀了 哎呦 老虎有跳 那这样的话 就没有办法了 差不多了 地步师过来 网住了我 哎呦 这个红女感觉可以下 活女这个位置 我去 我跳 哎 我 我再来一下 我 哎呦 还是被提到了 活女这个T 感觉有点关键啊 这一波 我 我等会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我没有再去A 第二下 我如果A的话 等会再说啊 这个地方还在打 我跳F 一个 可以A死地步师 我靠隐身了 这也行 这个血量太多 因为地步师的护甲比较高 这个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个可以再死 哎呦 但是被军船一刀带走了 不过军船也要死 老虎一箭 再去勾过来 我去 这个对面的技能打的可以啊 对面这个技能释放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就发条 可以看到他玩的还 比较到位 刚才是我犹豫了 这是我第一线F 如果跳过去 一个普攻再接E的话 有可能可以杀掉活女 呃 因为现在我的F等级比较低 只有一级F还是两级F 所以说你F的话 FA再跳E 不FA之后呢 在E是接不上的 他可以踢出来 而且最后一下 我也是应该跟他拼了 我可以A出来 而且空女他的话 他也能 只是在我A死他的同时 踢到我 差不多是这个结局 我主要是不想跟他换命 然后就想跑了 杀不掉就算了 最后还是被杀死了 有准备 有准备 哎 有点着急 主要是吃了草鞋的亏 攻速太慢了 好 如果是一个假腿的话 估计这波是起飞了 而谁胜这波是有跳刀了 史上最强一波来了 这波感觉不稳啊 这不不叫 这不叫草面了 总感觉有一种草面的气息 - 先把我的推推上打出来 - 有发条的话呢 - 这个推推棒是必须的 - 就算没有发条 - 这个推推棒 - 个人感觉也需要出一个 - 把魔力法上推地上 - 然后吃一下瓶子 - 把状态补满一点 - 中路看一下 - 跳啊 - 感觉可以打 - 血量也是不多了 - 牛头的英雄其实最烦的就是发条了 - 他勾了你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 技能放不了 - 矿的话要A半天才能A出来 - 然后又 - 哎 反正就是烦 - 烦 烦就是烦 - 牛头的英雄看到发条一被勾 - 那真的是报警 - 有话都说不出来 - 怎么拉不到这环像了 - 小鱼人是地狗的需收钱了 - 火力欲 - 火力欲 - 火力欲 - 它在裸出装备吗 - 它身上不可能是只有一个草鞋 - 十六分钟了 - 挂机也不可能这个方便 - 肯定是快吹风了 - 应该是买在家里了 - 军团是跳过来的W - 这波是开悟了 - 我们看一下这波是怎么打 - 四爷要先手了 - 四爷直接冲塔 - 一个大招 - 过来一个躺枪的 - 好像是一个 - 是个谁 - 默契是个发条 - 到我这边是技能一交 - 后面又是开大招了 - 不绝了不绝了 - 后面有大招 - 隐身了隐身了兄弟 - 刚才我也是下意识地往后躲了一下 - 因为猴女要替我了嘛 - 我想是一个波 - 这个地方可以杀一个F - 跳过去 - 一个E - 带着这个老虎 - 这个时候尽量能用E就用E - 不要用普攻 - 我感觉E的话可能会抬手要快一些吧 - 也不一定 - 差不多差不多 - 啊不对 - 应该是普攻快一点 - 讲道理的话应该是普攻快一点 - 我想了半天 - 怎么想都是普攻快啊 - 因为你一 - 你一抬手的话 - 它要砸到地上的时候 - 对面才会晕 - 才会有伤害 - 你A一下就直接A死了 - 哎呦我真是 - 然后前面我运用一下我推推棒 - 对一下这火女 - 这火女的话应该可以杀 - 火女跑了 - 这第五师是不是在爆点 - 还有这个小B吃 - 它应该是在爆点 - 要不然这个火女应该不会跑 - 哎呦 - 假腿没有 - 那个推推棒没有拿到 - 我去脸一黑 - 我在这边看能不能守树带兔啊 - 钓个鱼 - 这会儿其实我当时 - 哇去完了 - 看个发条 - 哇去跳到这边 - 哎呦有个军团 - 军团好像有跳的 - 我该怎么办 - 阿西还有个地捕师 - 救命 - 我地捕师还是捕鱼了 - 捕鱼了 - 哎呦我这边疯狂的意 - 我这个意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个军团过来打我 - 决斗我 - 完了完了完了 - 要加攻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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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 我等说 - 卧槽 - 迷路了 - 哦小鱼过来想杀活女儿 - 当时是被框住 - 这个地方的话感觉小鱼要直肤了 - 这边四爷也表示我也迷路了 - 哎怎么回事 - 我到了哪里 - 这是一个很 - 很梦放的大森林 - 这一波 - 这一波带领了一波团面 - 我当时就想在那边 - 守住带兔一波 - 其实按正常来说 - 我从这边等一等人 - 应该很正常吧 - 等来一个发条 - 我也是对了 - 然后跳过去 - 有个军团 - 左边一走 - 又有个地捕师 - 真的是无路可逃 - 这波有点伤 - 小鱼人的钱怎么这么少啊 - 他应该是被发条给吊起来打了 - 然后发条起飞了 - 现在发条的装备非常的好 - 小鱼人还是没有引到 - 黄女开始自己满眼了 - 这个鸡 - 注意点 - 不要鸡 - 不要死 - 鸡不要死 - 中路 - 黄女看他会不会来 - 今夜你会不会来 - 诶 真来了 - 真是一个好兄弟 - 一个跳板 - 一个 - 就死了 - 四爷这个 - 受语力量还是可以的 - 很多人不知道四爷是谁 - 老是说那个 - 跟若曦啥联系一块 - 不是那四爷 - 是这个 - 香酸爱奇心里面那个 - 赵老四 - 赵老四 - 赵老四 - 就是那个 - 呛 - 呛家 - 那个兄弟 - 不是 - 你们首先那四爷 - 我说打 - 我来了这一波 - 这一波很强 - 这波打起来 - 对面肯定面 - 不过我们现在是没有反饮很急 - 有反饮的话 - 这波这个发行我肯定直接把他给秒了 - 哎呦 - 这个坚生我不准备推他了 - 因为我感觉他必死 - 地补师过来往我 - 刺激往我这边走 - 一个大招 - 一个E - 普攻再走 - 推一下自己 - 想先切我 - 我先走一下 - 整个FCD - 好的 - 一下 - 一个普攻 - 一个F收到地补师 - 那边还有一个军团 - 跳过来 - 一个E - 一个普攻再走 - 这波的话是拿下了一波三杀 - 还是非常的爽的 - 这一波其实本来 - 剑胜应该不会死的 - 主要是没有反饮 - 对面都隐身了 - 好多波 - 都是因为隐身 - 拦不够了 - 武器也夹腿 - 要不然这个 - 对面绝对直接灭了 - 我这边等级非常的高 - 现在是17级 - 二十 - 二十分钟 - 上路小云 - 要带上虎女 - 虎女一死去 - 应该是必死了 - 小云肯定可以把他杀掉 - 但是自己的血量 - 刚说完自己也死了 - 跟那个虎女一换一了 - 虎女是把大招什么都交出来了 - 没有办法 - 肯定是要换了 - 存款也是非常的多 - 下一件装备呢 - 我肯定还是会出林肯 - 很多人都觉得 - 你的出装能不能变一下 - 我其实出装会变的 - 我现在玩牛头什么说没有 - 我都出 - 挑刀 - 血泡 - 吹嘴棒 - 引刀 - 我都会出 - 但是有军团 - 什么蝙蝠啊 - 末日 - 你不出林肯 - 这不是出装不变的关系了 - 那你有点憨啊 - 兄弟 - 这边是有眼 - 怪不得刚才过来 - 这边看到有军团 - 先放个1 - 一个普攻 - 再一个这个 - 宙斯 - 宙斯 - 大招 - 哇 - 雪崩 - 宙斯有大吗 - 这边有大怎么不放 - 啊 - 放了 - nice - 这怎么办 - 我这暴脾气 - 算了算了算了 - 它如果勾这个 - 周斯我就买 - 它如果勾这个 - 周斯我就买 - 哇 - 去勾了 - 勾到了 - 那我就买活 - 你杀我队友 - 我不能杀我 - 但我不能杀我队友 - 还不行 - 我得救他 - 我跳过来 - 诶我又没溢出来 - 诶我又被打断了 - 诶我怎么还没溢出来 - 诶我中间了 - 这边四爷是大的地补师 - 但是我中间了 - 我真是对不住 - 哎呦 - 这波有点黑 - 刚才我是想跳过去 - 然后溢一下 - 那个发条 - 然后在F那个地补师这边 - 但我没有想到 - 刚才就直接 - 中间了 - 然后把四爷给害死了 - 要不然四爷不会死 - 这波又不 - 推过来跳 - 啊 - 这个你俩没有在上面 - 那就算了 - 这波是亏了 - 那么几百块钱 - 不过影响不大 - 影响不太大 - 不过我在 - 不知不觉当中 - 死了五次了 - 可以看出来我 - 最近还是有 - 那么一些冲动的 - 哎 - 我看到了一个红点 - 这个火女还想跑 - A出来我推走 - 啊 - 难道小云收到 - 这个火女的人头 - 火女还想在这边 - 浑水摸鱼 - 图B啊 - 我只能打个点 - 然后默默地敲出三个字 - 少男怪 - 前段时间 - 我自己都觉得 - 老年怪这个称号 - 越来越适合我了 - 但是我觉得 - 我不能接受 - 在能去改变的时候 - 尽量去挣扎一下 - 对不对 - 你不能再 - 我才26岁啊 - 很多人都比我年纪大多了 - 凭什么叫我老年怪 - 我不服 - 我肯定要去挣扎一下 - 这边我先 - 啊 - 四爷这个地简直了 - 我简直是惊呆了 - 别的我就不说了 - 这个地我给10分 - 当时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 敲出了哈哈哈哈 - 这个四爷说点歪了 - 哎呦 - 这个地真的是干得漂亮 - 有的时候 - 人都会有小失误的 - 像这种失误就是 - 哎 什么情况 - 这边 - 打到了一个刃甲 - 跳不出来了 - 做出一个大招 - 我想去推推跳大 - 但是有没有人跟我 - 哎呦 - 算了我还是留住吧 - 地不是应该可以杀 - 过来一个技 - 宙斯哥 - 我什么情况 - 你的技呢兄弟 - 哎呦 - 这个大招很浪费了 - 不过这个活女 - 当个替死鬼 - 也不亏 - 也不亏 - 好的 - 这个活女这边也是被我们收掉 - 感觉活女这边应该惨啊 - 本来不该她死 - 然后她过来当了一个替死鬼 - 而且刚才那个宙斯 - 如果给个技的话 - 地不是也会死 - 但是她没有给 - 怎么办呢 - 就当她给不到 - 只能这样想了 - 这边的地不是我还想去搂他 - 这兄弟是个图 - 我也不想去怎么去证明他是图 - 因为这个不重要 - 以前我都会在想 - 这个人真是烦 - 现在我不管了 - 这边是军团开了 - 不能那个 - 我开大招了 - 军团主角决斗我 - 卧槽 - 迷路了 - 迷智双击跳 - 然后迷智推推 - 这一波是秒掉了猛马 - 我得先走一步 - 万区好像走不掉了 - 我一个E再走一下 - 刚想跳被加铃砍了 - 又被网住 - 没被网住 - 我再一个E - 红血的地不是我 - 啊 - 我去 - 被这个军团刃甲弹死了 - 我的天 - 我刚想说一个E加上一个F - 我这波要双杀了 - 我把地不是一杀 - 军团估计再追我 - 要不要秀死 - 然而并没有卵用 - 直接被刃甲弹死了 - 兽余力量打出了分裂伤害 - 分裂到了军团 - 雪风 - 哈哈 - 怪我了 - 我们如果当时在歪歪的话 - 我肯定会大声的喊 - 我靠 - 你这个兽余力量太坑爹了 - 都会相互的去逗一逗 - 导塔这个游戏 - 一个人单排久了也没什么意思的 - 特别喜欢跟朋友一起玩 - 有的朋友厉害 - 有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厉害 - 但是还是可以一起玩 - 这个随神给我冲 - 我当时是画面没动 - 我是去拿东西了 - 剑神V战收掉 - 随神在众多朋友里面 - 确实不算很厉害的 - 但是你看 - 就是讲究 - 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个大 - 哎呦 - 不过还是死了 - 但没有加的攻击力 - 自己也得死了 - 这边不亏 - 听见没有强 - 虽然迭古典 - 说的 - 诺 raz - 糊 - poke - 弱 决 ultra 250 撤斗 有推推有剑刀球 我跟你们讲林肯这个道具真的还是蛮适合你头的 就是有有那种关键性的英雄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让我说的那个蝙蝠啊军团啊 呃末日啊如果你们家有个大哥中期或者后期去打架然后站到前面 没有林肯是不是对面什么蝙蝠跳过来拉住就把你拉走杀了一点办法的没有 军团BKB折斗你也没有办法 动物过来一个动物那真的是脸一黑 林肯还能给队友夹这个很关键 而且他的cd时间跟他的迟疑时间是一样的 像我这种毒流牛头可以给自己夹吗 不给别人夹 而且我最近玩牛头喜欢出什么装备呢 跟猛马的装备差不多 但是我又喜欢玩一刀牛 你看军团非常的猥琐 他好像也是图 他上了这波兵他一收的话他就要死了 算了我还是走了我感觉有点危险 推推跳刀跳到森林里面然后TP走 发条的话不是图 还差千块钱就这个林肯了 林肯一出然后再补一个刷心球 最近我特别喜欢输刷心 就跟猛马一样 跳刀推推刷心很好用 而且打起来特别带感 这边活女跟小鱼人一换一了 不过这波感觉要灭 我去地不是这边一波收割 哎呦碰到了一个加速神佛 周斯被网住了 看能不能救到他 我看能不能杀人 跳过去直接一个跳板 一个普攻一个大招 一个普攻再A死这个老虎 军团的话就算了 因为地不是有盾 军团不知道有没有决斗 还是饶了一命 这波等于是打掉了一个盾 然后打掉一个盾 然后杀了一个人 这样 然后这波我不在啊 这波我太远了 例不是在拆我们家下路的塔 我这边可以稍微的大胆一点 看什么情况 哇 这你看 这一会儿你们就发现了吧 这个兄弟就是个图 我先走了 先把装备买了 买一个极限球 过来买DP 我当时没有发现我的钱 然后买的时候 我去 这这这这这这 这个场景不够怎么办 然后被决斗了 你那种军团他好像也知道的位置啊 直接就过来决斗我了 我们都知道 呃一般藏的话会藏到里面 但是呢 他就直接奔着我过来决斗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游戏你玩久了你就会 嗯 谁是图啊谁不是图 你有感觉了 就没有必要去那么仔细啊 去翻RAP啊 这干嘛 这个干嘛 不需要啊 其实你是不是图对我来说不重要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不重要 出赢其实也没那么重要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必要太去计较这些东西 反正我是不计较了 你你如果是打赢了 哎呦 爽 打输了也不能那么烦 啊这个 这个人不该死我 他觉得打不够我 这样骗一下自己就可以了 当然 话是这样说有的时候还是烦 不过最好还是不要烦 因为烦也没用 眼不见 下面 剑圣跟宙斯又支付了 我的天 你们等我一起 再送就是打不过了 真输了 好中小狱人给力啊 收掉了皇女 小狱人是在做双刀吗 还是在做天堂 应该是双刀 天堂没什么用 地不是不能怕天堂吧 军团的话也不怕天堂 因为天堂了也能继续复工啊 就是触发被动的时候 决斗人一直普攻一直普攻 好强 盾好像是26分钟打的 拿到我的林肯 这一波很强 2300的血 不到2300 四射五入啊 入一下 啊留留 那托又走了 有些人还是需要一个碎骨锤的 要不然留不住人 先刷会钱 有的时候不能着急 我以前的打法就是 一着急就去找 找机会去干了 其实 我最初的打法就是 把自己打肥让别人来干我 现在有的时候就反过来了 我去干别人 所以说经常自己崩了 然后别人崩的时候 反杀我一波 然后他就起飞了 以前是 以前不是这个节奏的 我以前是一个蠢耍子 我现在网通玩的时候 我去我 你们都不知道什么 什么叫毒瘤 我是真毒瘤 我那会儿 打斗他自私的很 我玩个pirot 队友帮我拉了 就是队友在辅助的拉野 然后我就过去把野一抢 然后他说没有眼那么让我一个刀 我上去就喷他 我说你会不会玩辅助 辅助 本来就是不能抢大哥钱 自己找钱去买眼 我都是这样 感觉那会儿好不讲道理 要要是我现在碰到一个这样的人 我玩辅助的时候 这样跟我说 我上去就一耳光 我忍不了他了 能不能好好玩游戏 所以说以前那会儿 真的有那么一点 有那么一点不好 有点蠢那会儿年轻嘛 后来就改了 改了好好几次 到现在完全就跟以前不是一样的了 完全不一样了 这波我碰到了一隐身符 哎 这波感觉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地不是啊 这个老虎开大招了 来人 泡沫开大了 箭胜 快来快来快来 这波对面肯定要灭啊 自己炸个导弹 军团加了个T开了认甲 这个地方我只能过来救他 没人来 哎呦我这边中了虎女T 地不是扬刀过来把我扬住 我去雪崩 一个大招 推自己魔棒一世 能不能F出来 哎呦能有F出来 那这波的话现在是三换一 对面只死了一个人 小鱼人过来应该能收割吧 小鱼人过来应该能收割吧 小鱼人在后面收到个老虎 这个军团应该也可以杀军团 好的军团也死掉 拿了一个双杀 自己不要死 不死的话就没那么亏 三换三 可以可以 这所谓很关键 哎 好吧好吧好吧 好吧 我感觉他不是没有机会 不过还是算了 他说实在那样的话有点危险 他刚才引到CD 他如果第一时间想杀那个人被网住 然后打不到 他自己就要死了 你看地捕师 你看地捕师 明显是个图 刚才这个位置他 地捕师过来直接养我了 要不然他们这波灭了 主要是我跟队友打字 他们不来 如果他们来的话 这波对面也灭了 我当时主要是看剑圣快死了想去救他一下 当时我把剑圣一卖 把剑圣卖了就更不行 把剑圣一卖这波可能打不起来了 因为剑圣我不救他他就秒死 其实他们的输出大部分都打到我身上了 我是2300的血还有推推棒 而且还吃了十几个魔棒都直接被打死了 然后四爷是递过来好像是躺着重力对技能 他是有点远 这边地捕师是太过来秒掉了四爷的猛马 我去地捕师太可恶了 我不能忍啊 开始忽悠原地忽悠 忽悠 忽悠啥呢忽悠 这边的话好像真的忽悠死了 我去建设苗堂 太过分了 但是你怎么办 我就想知道 你然后怎么办 往后这边一板 再一个普攻 再一个普攻 好的拿下这个超神的人头 加了1000多块钱 加了1100多 好像是900多加上200多 这后波洗白了 身上是有2000多的存款 特约小鱼人 看能不能跳到他 哎兄弟兄弟 哎 哎 这个小鱼人他没有去追老虎 看到了个军团 还可以还可以 如果这一波小鱼去追的话 有可能会被决斗 到时候我也救不了你 不过不对啊 我可以救你 这两个他杀不死你 我有大招 军团决斗你的话应该是要送攻击的 这波还是应该去追老虎的 老虎必死 你把老虎一跳到 然后军团决斗你 老虎跟这个军团在一起 我一个大招 一个E一个F 把军团一秒 然后你站起来 把老虎一收 我去太强了 这波就是一波完美收割 不过 没上也就没上吧 毕竟还没有发生 损失不是很大 我感觉我刚才说的那个有点像那个段子里面的 那些什么来着 哦 是 我要什么买车娶媳妇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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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差一张彩票了 好的 把上流的兵线一收 然后就回去了 你瞄眼 哎 好像 没什么打斗伤了 应该快刷了 26分钟打的 如果是9分钟盾 应该已经刷了 好像真的刷了 有个红点 我可以带救救兵 我们打盾的话讲道理也是蛮快的 开波物开波物 自己身上有个物 我们就把这个物以开 先把这个加速神贵 蒂姆斯在上路 应该有一个真狗在下面 蒂姆斯这英雄打路的人开图 还真的蛮厉害的 一般的英雄打不过他 像什么一般剑圣这种英雄 不是特别肥就打不过 其他英雄就更不用说了 他出了把羊刀就随便带上人 这一波主要不是想打盾 是想把他们勾引过来去开团 要不然这个盾我们一去带线 盾就是他们的了 有的时候不能太耿直 看起来我们是打盾 如果他们不来的话 这个盾就可以打掉了 好像真的可以打掉了 这边是老虎射了一箭 老虎射了一箭 我真想给他林肯 但这个剑圣的装备 我给他林肯 他打不出了更高的输出 这个位置猛马有没有跳大 你不掉 我怎么被打断了 跳刀被打断了 我看他们杀老虎 老虎是跳走了 没办法 那我只能推过来 杀地捕师 地捕师肯定要死了 地捕师里面被收掉 周四拿了一个双杀 但是里面的剑圣 是被军团给秒了 地捕师买活 这个位置军团 打了盾 军团有盾啊 还秀我了一波 你秀了一波 然后呢你能跑吗 好像并不能 地捕师买活 再往这边赶 但是不管 他不可能是飞过来的 肯定是TP2傻 在往这边赶 军团再杀一次 我网住了我 我不行 我要推过来救他 哎呦推歪了 雪崩 直接板了 算了先走了先走了 我直接板的话 有可能可以救到他 是有可能 我当时想直接推到脸上 然后一个E一个F了 能杀就杀 杀不了的话 我可能自己也要交 但是 哎呦我不想卖他 但是还是把他给卖了 感觉还好没有推正 推正的话 估计要一起直付了 这波是打不过地步 delta 什么 咱们把这手抓住 我打转了 嗯 哎 没有一刀 没有杂到 我现在存款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多 仓师相对来说 吗 默奈 倾罢 还是要准备出杀新 跳刀 这对方刷新 然后最后一件装备可以出一个 西瓦 或出一把杨刀也可以 西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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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感觉洋高 西瓦 西瓦的话就打爆发 我们的狂战斧 我看你一个E 哇去一个暴击 地补师是不是直接就被我分裂死了 我当时想的是这样出的 但我又一想还是这个刷新稳定一点啊 毕竟是控制比较足 各种控制 而且猛马大招如果搭得好 我可以 哎这边地补师又来找我了 先放个E 扭个头啊 点自己推 一个F 刚好打断这个军团的 就是想觉得我的一个前摇 不过军团杀不了我 我有林肯 除非是地补师运缘到破林肯 这波还好没有死 魔棒我不太舍得卖 就是我先把这个刷新手打出来 这一波打出刷新 然后找机会给他们开团 这一波真的是超强刷新的 我现在脑海里面在浮现一种画面 就是四野一个完美跳大 然后把他们递到我的面前 或者我干脆就是原地一个小D 我这时候一个跳大 一个E 一个F 然后加上一个buff 一个分裂 然后再一套技能 我去刷屏 想想觉得都爽 我这盘也是相对来说 一直在跟队友交流 所以我对自己还蛮了解的 我平时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跟队友交流 像前一段时间发的视频 我说话的时候比较少 就是不怎么跟队友讲话 都是一直在门头打 这边四野直接被秒 但是我帮你报仇一个F 我这波是超强 这个老虎我先不管去找地补师 推推 大招 一个E 刷新再大 一个F 一个普攻 枉我 那我再E 再这个 好的 那这一波刷新大都给地补师了 这一波的叔叔打的比较足 不过这个E的伤害是打了两个狗头身上 因为当时是被枉了 杀地补师的感觉真的是爽 我看她这种开图的 然后杀她的时候感觉就不太一样 就是开心 推过来一个F 留住丽娜 小鱼人在后面 宙斯一个大招应该是能留住 那这样的话丽娜必死 CG勾过来 但是这个地方我跳过来 一个E 一个普攻带走活女 小鱼人是被框住了 但是发条军团就跳过来 绝斗小鱼人 我一个E 回头一个F 一个普攻秒到军团 小鱼人也没 被一个导弹收掉了 跳过来E 留住这个发条 发的一个勾太近了 勾歪了 继续追这个发条 还想跑 我再说 这边是招式推了一下 我假装没有推推爆 突然推下自己 一个E 一个F 一个普攻 带走这个发条 那么这一波的话 对面是死了四个人 这个牛头的英雄 打到后续真的是爽 哎老虎一箭 我这个地方我在假装 假装我杀不了他 我假装杀不了他 然后我突然一个F跳过去普攻 接E 再一个普攻 那这样的话直接带走老虎 这波对面是死了五个人 这一波打的有点爽啊 跟这个刚打的一番飞机一样啊 真的是舒畅 好的 把这个高地塔这么一拆 应该是问题不大 地不是活了 我这边的话 也是在用余光去扫这个小地图 一落红点 马上就跳 看到地不是了 他过来我就跳走 我先跳了啊 别到时候出现意外 我可不想死 先散先散先散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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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你断一手 完了 这边被扬 我不能卖他 我来救你 我来救 周四哥推我一下 大佬的林肯 军团又快来决斗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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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先回头一个F 我把你断一手 军团又快来决斗 我再推自己 应该可以跳了 这边应该是问题不大 我直接 这军团我好想杀他 哎 我许 当时是老虎开大招了 我在看这个军团会不会隐身 他刚才为啥不隐身啊 他是开向外鞋 不隐身了吗 我看军团刚才他一直不隐身 我就想杀他 但是 我一想 我一技能一放 他又隐身了 我就疯了 然后犹豫了一下 没有跳 雪崩 最后被军团给军团给杀了 我要杀他的话就是一个普攻 然后再接一个E 他就直接死了很简单 只要我先A他一下再放E 他就直接死了 或者我再跑一下等林肯CD 这波是犹豫了 蒂布师是杨刀龙心 再来一个冰眼就神装了 这波是想杀人未遂 还被蒂布的军团给杀了 果然啊 出来的混吃早要还的 小鱼人是冰眼双刀 我一般会打杠AI 就是因为会看到队友的装备嘛 因为你每个队友都去点一下 就不太方便 好 这边就是一个大招 小鱼人是找到了活女 但是地补师你看他过不过分 你看这军团的过不过分 这两个人 我就说啊 你说他这个明显就是开图的 小鱼人过来直接过来找 你要是有眼的话肯定就直接扬了嘛 这个我们都不用说 有眼肯定是引刀的时候就被扬了 就已经死了 我让这个剑上出肉一点装备啊 剑上被秒了就不好了 出肉点装备 别直接被秒了 对面的控制其实没有 就一把扬刀 所以呢 所以出一个林肯是最靠谱的 出林肯他的血量能有2000多 然后你林肯的话可以再做刷新球 或者做狂战刷新球好一点 刷新A仗 然后出大运锤 猛马有个buff 就是超厉害 BKB的话没有用 跳羊直接秒 如果你是林肯啊 这个地补师跳过来 羊刀有个林肯 然后抵挡一下 然后回到一个无敌战 对我跟过来 不一定会死 这个很关键 我这边是给四爷加一个那个林肯 保证四爷不死 这盘四爷的发挥很关键 等到了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一波毁灭性 敌方毁灭性的一个打击 对了 我们在视频的开头内 有一段这个手广告啊 朋友们也是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 鞋带里面会 就是有一些团购的鞋子 会比平时便宜很多 像我们之前有一款 诶 等会说 这边勾了我 这捣乱啊 先把黄女杀了 跳一个 直接秒掉黄女杀 这边有个军团 军团还想逃 想逃我真的不想让他逃 要不然就算了 这波是对面死了两个人 要不算了算了 不睡了不睡了 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这波可以退高地 就是我们团购的一些鞋子啊 非常的便宜 平时 比如说卖两百五的鞋子 我们在团购的话 就是一百九啊到两百左右 便宜很多钱 然后需要大家去交一个预定金 如果是够五十个人就会 呃 就是两百块钱 就是可以直接把这个鞋子买走 一般都是四天的时间 三四天的时间 如果不够五十个人 会把这个异象金给大家退回来 就是大家 呃 不需要有什么担心的地方 只要不够五十个人 会把这个 钱给大家退回来 所以说不可能是骗钱啊 大家这个可以放心 这么长时间了 我不可能骗大家三十块钱 讲道理 是吧 好 这波的话很关键 一个F走过去 推推大招 先秒的一个老虎 秒一个是一个 这边军团要杀人 我这边又是一个跳大 再一个F 军团也是可以秒掉 好的 军团也死了 这个地方 剑上 不能剑上死 我推下剑上 剑上没有死 地步师想跑 还想 还想干嘛 我这波输出很高 一个普攻带走地步师 火女过来想替人 这火女也得死 直接放EF了 早 哎呦 这个人头不是我的 四眼过来一个波带走 好这边四眼是 有大招 nice 这波很关键 有分裂 又是一个大招 很关键 再一个波 我再一个E 我再一个E 死军团 还有这个发条 还想跑 还想跑那边 我一个板跳过来 一个E 没有E出来 那么这一波的话是 四眼一波 收尾刷新大 带走了 地步师买活死 只能靠我们拆了 这个时候啊 我跳出来装了个B 开除 有用吗告诉我 如果不熟悉的朋友 请帮我打一下分啊 这个B装的给几分 其实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可以的 我不太喜欢嘲讽别人 谁都有顺与不顺的时候 开个图太气人了 实在是让我忍不住 好的 这边是带着老虎 直接拆基地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也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然后我们的视频呢 再不出意外就是三天一更 如果出了一拜可能就是三天半啊 或者四天 一般情况下不出现第五天 除非是很重要的事情 没办法了 才会这样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放心 而且最近我的 啊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到时候我们 大家看就行了 不得买个这个 吞一下自己 哎呀 然后打个嘻嘻卖个萌啊 最后也是结束了我们这场游戏 好